未成年人该不该去健身房增肌增力 会不会洗涤永久身高呢 永久身高这个手法是纯扯淡 永久增强还差不多 健身当然得趁早 尤其是在生长发育期间 各种激素爆表 相当于一个天然的上科技状态 这么强的buff在身上 如果没有把握住 能练却不敢练 这个实在太浪费了 激素环境这么好 你去做训练是可以达到一个小刺激 具有高收益的完美状态 然后再把饮食做做好 恢复速度是相当快的 外加上一个新手福利期 很有可能你一个暑假就抵别人一年了 关键是青春期练出来的肌肉是有记忆的 是可以永久增强的 等到你成年后再随便练一练 靠吃老本就能吊打一批同龄人了 说白了就是童子宫 然后这件事反过来看 如果你十几岁就是个小胖堆 那你的身体对胖的耐受度也是相当高的 可以理解为脂肪也是有记忆的 成年后想要减脂也是十分十分艰难的 所以如果你是个高中生 那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练 只要你营养跟得上 是绝对不会影响长高的 还有可能多长个几公分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 进步的太快了 软组织强度会跟不上 容易受伤 要控制好强度 稳扎稳打 最好请一个负责任的教练严加看管一下 因为十几岁的小伙子实在太容易上头了 如果你是个初中生或者年纪更小 那的确不适合做高强度力量训练 可以参考这张表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敏感期 可以做一些跑跑跳跳 需要平衡和反应的训练 更详细的资料我就发在评论区了 感谢各位的关注 我们下集见